接下來各位 你自己的家自己擺啊 我們這次預算不上限 真的 喜歡什麼 不用爸爸買便宜 自己買 自己拿 多麼高興對不對 你要沙發 沙發是屬於哪一個類型 起居室 還是臥室 其實都有 我跟各位講 你不要預設目標 因為有些時候你認為他在 他不見得在這個類型 所以如果你真的找不到 不要忘記用搜尋 這樣理解 不然有時候你會 自我設限 想說只有這裡才有 可是其實其他類型 真的也有 那他的起居室就是我們講的 那個叫做什麼 客廳 這樣理解了 好 所以你可以自己找他 你要怎麼樣的沙發 對不對 就把他 塞到你們家 其實他的那個家具啊 都跟我們就是 一般外面的那個尺寸 是接近的 所以 當然你如果自己喜歡 你可以自己就是 在實際點看 我再確認一下 這樣子 好你要TV有沒有 TV他有牆上的TV喔 所以如果你要找TV 我就用全部的 我來找一下 TV 好有沒有 有牆上TV我就可以把他丟上來 這樣是不是就有一台了 啊這個牆 要高一點就用懸空高度 還記得嗎 懸空高度自己調高一點 然後你要床 就自己找床 或者你要找臥室 都可以 所以你看看你想要什麼 自己 把他丟進去 其實最重要的是 待會我們 這上面的這些內容 都可以怎麼樣 都可以更換 財質 對 對對對 等一下我會跟各位講怎麼更換財質 因為 這個財質 就是他內建的財質 不見得你會喜歡的 對不對 啊不喜歡的就好像我們那個 床單啊 被套啊 是不是可以自己換自己喜歡的 對啊 一樣的概念 所以你可以找找看 先把自己家裡面的東西 設置一下 所以你這樣應該就可以知道為什麼 從小到大大家都會有喜歡 這個軟體 因為 就是還蠻有成就感的 你可以自己就是 好像 DIY這樣自己去玩 好有沒有 再給各位兩分鐘 兩分鐘 然後你稍微看一下 跟各位分享一下 你現在啊 如果說 你在動的過程啊 你應該有發現就是有時候會不小心動到地板或牆壁 這樣是不是就會 有點尷尬了 然後常常還原吧 怎麼可以這樣呢 因為 把它鎖起來就好 怎麼鎖來 各位請看上方 有沒有人家這裡有個鎖頭 有看到嗎 左上角 你再給我動看看地板 你看看你動動牆壁 沒有人要理你 有沒有感覺如果你真的家具 就是要擺家具的 我就希望不要去動到那些基本的東西啊 那這個叫做什麼 鎖定基本物件 什麼叫基本物件 墻壁 地板 都算基本物件 那如果我有某些模型 我就覺得 在這裡就好 不要再動了 你也可以把它變成基本物件 比如說我這個 墻壁的電視 固定位置了 點兩下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基本元素 你如果勾起來 只要你鎖頭鎖入 他就跟著鎖住了 別人就不能動了 這樣清楚了 你看我們邊做邊發現問題有沒有比較容易 你自己印象就比較深刻 如果一開始就跟你講這個你一點 感覺都沒有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剛剛不講了嗎 自己先撞牆 再來找解決問題的方法 好這樣你就比較有感覺啦 OK 這樣會了 墻壁跟地板 是標準的基本元素 那沒有什麼 設為 就是要調整的 好如果你真的要調整就把那個鎖頭解開 你就可以繼續去調整 這樣理解了 好 好那現在呢你已經會擺家具進來了 沒有問題了對不對 來我先問一下各位 你應該有看到我有放一個抱枕 有吧 這裡有沒有 好你應該知道的 通常都在開封土才會有這個抱枕 包枕 包枕啊 對吧 我問一下各位 請問 你 有可能買這種鎖的抱枕 對啊 啊真的喔 那你算 你看這些同學的表情 都不喜歡怎麼辦 都不喜歡怎麼辦 我們可不可以換 可以啊 就跟我們床套一樣 但是我特別挑這個是因為 這個模型 是有一個物件組成的 我們先要會一個物件的 等一下我們再換床套被單 因為這個床 是有多個物件組成的 這樣你了解嗎 好那 請大家呢你先上網找 上網找圖片好不好 我們來Google一下 這裡 Google的圖片 來找看看 來 看你要找什麼 假設你要找HelloKT 我們就來找HelloKT 你應該知道 這個如果用HelloKT做 那個圖案的授權費 都比那個 枕頭貴了 我最近剛好去那個 幫小朋友 去買那個安全帽 那老闆就說 那個如果你是一般形狀的 那一瓶小朋友安全帽 200多塊 好你要HelloKT的 好那個500多塊 白白都一樣的 圖案不一樣 別小都一樣 好但是 各位要注意一件事情 你先觀察一下 你的模型 你不一定要跟有一樣 抱枕的 他裡面有什麼 也有那個什麼 染骨頭啊 染骨頭的那個 就是那個做的 你找 看起來像一個物件組成的那一種 像我這個就很單純嘛 有沒有 這就是一個物件組成的 那最重要的是我剛剛請你看就是說 說你有沒有發現我的模型 這個抱枕是不是比較四四方方的 你在選圖片的時候就是會建議大家盡量找四四方方的 因為如果我是拿寬的或長的 套進去很顯然 一定比例不對 那比例不對 他是不是會裁切 或是包的 不是那麼好看 所以你在找的時候要麻煩你就是盡量找 像我這個就 我就盡量找四四方 像這個就適合 不行這個是寬的 像這個也可以 有沒有 有沒有比較四四方方的 好我就不要找這種 寬的 因為寬的進去 效果就不好 這樣理解了吧 好所以你在找圖的時候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假設我要這個 這個有沒有還蠻標準的 我就把它按右鍵儲存起來 你把你的圖 儲存起來 這樣有沒有大家都找到你心目中 想要的 接著我們就來那個抱枕點一下 各位如果你在 選這個模型的時候啊 因為以後各位家具就是3D模型的時候越來越多嘛 所以如果你覺得不好選 你也可以從左手邊來選 這樣理解嗎 你不要忘記左家 左邊有你們家家具的清單 你從這裡 是不是可以直接看到他的名稱 有沒有 這樣來這裡選是比較好選 有些東西比較小 不容易放大縮小 你就這樣來選就好了 所以我點到他我從這裡選 一樣的概念 然後各位 順便跟各位提一下 你還記得我們剛剛說 我有把那個官方的 不是有改 樹狀列表變成搜尋列表 還有一個選項 我有勾起來對不對 這裡啊 鳥看仕途中 選擇硬件為中心啊 你知道我為什麼要勾嗎 來你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是選到那個 現在是選到床 對不對 那我選到這個 那個暴枕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他會自動跑到我畫面正中間 不是我選到人 有沒有人會自動跑到我畫面正中間 這樣知道那個選項為什麼要勾起來了吧 你選到誰 他就會自動移到畫面正中間 那這個對初學者來講 比較方便 因為我點到誰我就知道 我有沒有選對 這樣理解了 啊如果你比較熟悉之後這個選項是可以關掉的啦 因為這樣你那個3D的那個市府就會改來改去的嘛 有些人不希望這樣改來改去的 這樣理解了喔 好 那我現在選到我們暴枕喔 好 暴枕來 我現在就點兩下 在暴枕上點兩下 OK 他跟我們剛剛設牆壁地板差不多 可是 我要找的是左下角這裡 你看單純的顏色 或是紋理有沒有 如果這個模型是由單一模型組成的 我就直接找紋理 如果是由多個模型 像我剛剛那個床 他有床架 有被單 有枕頭 那就是多個材質嘛 就是要選下面的 這樣理解 好 那我就選這個喔 按旁邊這個就好了 按下去 可是現在Hello Kitty有在我們裡面嗎 沒有對不對 所以只好自己 插入 有沒有看到 右手邊有沒有一個插入 對你就來這裡選 但是在做之前 我建議大家 先自己 確認一下 你們家的模型的 長寬高 為什麼要特別注意 因為當我貼圖貼進來 我的 這個長度或寬度要跟他 最長的那個邊一樣 這樣貼進去他就剛剛好 這樣了解嗎 你說我沒有的話 假設我的土比較小 他就像我那個姓名貼這樣 就是會拼貼 好像磁磚這樣幫你把那個 那個模型填滿 如果你跟他比較大 那你就東西又被裁貼到 這樣理解了 所以 我會建議大家你可以把這個數值 稍微記錄一下 像我都偷懶 我都便利貼 我就貼在上面 讓你看得很清楚 好我按插入 接著呢 你就可以把你的圖 按一下這裡 就選到你剛剛 下載的那個圖 那一般來講 各位我們這邊預設一下 都是下載在 有一個叫下載 那個位置 你看這裡有沒有找到的 好找到他之後我就打開喔 打開 好那有些時候啦 你找的圖比較大張 他就問你要不要縮小 那我就把它縮小就好了 因為這個不用那麼大張 有沒有這樣進來的 這樣有沒有找到你自己下載的圖 好那我按繼續喔 繼續 好重點來了喔 你看這裡 他預設有沒有20公分而已 你看 所以他會向左邊這樣 有沒有變拼貼的 所以 我就要參考我右上條這個數字 我的最長邊是不是35 不管是長或高或寬 我就找那個最長的那邊 也就是說我待會呢我在這裡 把他變35 下面你不用改 因為下面的話 就是他會等比例縮放 好那如果我發現 最下面才26.2 這樣也不夠啊 對不對因為我這邊你看喔 我這個高度有沒有就32.1了 所以我就改以下面這個 當基準也可以 這樣了解嗎 好我就改下面 就32.1 所以等一下Hello feeling 可能會切到一點點 因為我的比例跟他完全 沒有一樣 你看上面有沒有自動變42.8 好那沒關係我就這樣子喔 按完成 好 再按確定 再按確定 來 這樣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貼進來了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我們可以再微調一下 所以每個人選的 圖不一樣 所以進來可能會略有差異喔 好那我就再進來喔 一樣在進到 穩米 有沒有看到 這有位移 S跟Y軸 那你知道S就是水平嘛 Y軸是上下 我現在呢 把它稍微往 這邊 動一點 其實我動多一點沒關係啦 因為我讓他過來一點 他就在這邊再重複出來 好 好讓他過來一點 好然後呢讓他上 歪軸讓他上去一點 讓他上去一點 好按確定 我在萬力看一下 喔太多了 太多了那我就再 重新調整一下 這樣理解了嗎 雖然他不能手伸進去直接拉 我也很想 但是目前不行的話 水平再過來一點 OK那再上來一點 好確定 確定 有沒有剛剛好了 這樣你知道 這個賣下去就不是那個剛剛50塊的那個價格 這樣有沒有簡單 所以實用產品就是有這種彈性 他不是讓你這種固定的 你可以自己設定材質 這樣有沒有方便一點 可以接受 背面沒有對好就不用管他啦 自己藏起來就好 因為我的那個高度跟他不同 當然啊 如果你牆面你要貼滿你的偶像 自己貼 一樣的 只是牆面他就一定會拼貼 越強嘛 所以他就等於幫你鋪嘛 如果你只是要掛偶像的那個海盜 我們那個模型裡面有那個像框 你可以自己放 這樣理解了 好這樣就是只放一個 這樣有沒有成功 接下來我們要換床套備單喔 要挑戰一下床套備單 你看 你看 那個你們家電視 如果想要播你喜歡的節目 自己換掉可以嗎 真的啊 那個螢幕的這個地方你就換螢幕就好 你不能整台 電視都換喔 你看我點進去給你看一下 點進去 好 要用第三個喔 對不對 按下去 你看 他是由 四個物件所組成的 有沒有 但是你怎麼知道哪一個是你要的 我跟你講 不用看名稱 點一下 有沒有就知道啊 這叫Screen TV 點一下外面 喔這個叫做 TV Black 有沒有直接很視覺的話用點了就好了 點了 然後我就來告訴他 這個螢幕要換成 你要的那個電視節目這樣就好了 這樣會的嗎 所以我們 床也是這樣子喔 來我們點到那個床 你各位看一下 點到這個床 點兩下 然後進到材質這個裡面 你看 這個床 每個模型都不一樣喔 第一個 床架 對不對 再來 Coverlet 就是我們的床單 然後 左邊的枕頭 右邊的枕頭 再加上一個床墊 這樣有感覺了吧 好所以你如果要Hello Kitty的 來我們看一下 那這個床墊的 那個床墊的部分 他是相對來講 比較也是四四方方的 對吧 好那我就找那個比較四四方方的 這個 其實像這個也蠻適合的 像這一種的 有沒有 他就會像包裝紙這樣 就無限的拼貼 而且中間沒有接縫 啊這樣子就比較好用 對不對 好點一下按右線 另存圖片 各位知道 這樣DIY下去 你今天 你的房間就可以跟蝙蝠一樣了 好 你點到你要的那個 切換的那個之後 跟我們剛剛一樣有沒有溫度 但是還是要建議大家 自己看一下 你的床是多大的 對不對 不然你不知道等一下那個 數值要射多少啊 所以一定要 自己你可以以旁邊一點 就是 讓他漏在外面這邊 我就不用像我剛剛還要抓 對不對 好點進來 插入 再找到你剛剛 那一張 可以了 下一步 肯定不是20 對吧 我們找看看 我這一場呢是226.4嘛 所以我就用226.4 好下面還會自動 好我們按完成 按完成 你看 這樣知道這一款比較貴了吧 有沒有 這樣效果好很多 對不對 方向不對你可以自己再改 你想要轉90度就轉90度啊 比如說你要轉一下我要轉90度 好進來 你看 他就會幫你轉90度 這樣可以 確定確定 你看那個皺褶都有 當然 他就是在你的模型上 好像 貼一個紙嘛 所以你原本的模型是長怎麼樣的 我就 照這樣填進去 還是 你說 對 不好擺 你要找家具有沒有那個轉角的 對對對 如果你是廚房的 他有上櫃下� 你知道平常我們 下櫃都是比較不好 做錯事你才要下櫃 你知道平常我們 下櫃都是比較不好 做錯事你才要下櫃 通常我們都比較喜歡上櫃 那些上市上櫃的公司 比較有價值 但是廚房 那個廚房真的有上櫃跟下櫃 好那有的是有轉角的 就是有那個角櫃 沒有沒有他就是 放那個 對對對對對 像我們那個桌子有沒有 有時候我們那個 我們沙發 你那個L型 旁邊不是就有一個 可以用的 想一個桌 那個叫茶几嗎 他也有那種圓角的 你變成說 因為 這個不是像我們講的 那個叫做 那叫什麼 什麼廚具 就是不是 客製化的 他等於是我買現成的 就好像你幹嘛我買現成的 那我要 看我的那個 對對對 你看像這個 這裡就有一個角落櫃 有沒有看到 紅色的角落櫃 有沒有 就是一個 L型的 對啊 你就要找看看 有沒有適合的 對對對 因為他相對來講 就像我剛剛講的 他做模型能力是比較弱的 你就沒有辦法在裡面說 我自己 直接畫一個 然後直接做 沒關係啊 他知道他的弱點 也很好啊 對不對 因為 每個軟體都有他的強項 就比較弱的 我沒有使用3D 就是說 他最大好處就是 我雖然 3D我不太會 可是你看 我們都在2D 是不是3D 不小心就有了 對啊 你也可以做得很高低啊 你應該知道 如果你去外面要學3D 室內設計 做到 現階段這樣子 沒有兩三個月 也是做不好 還得你認真一點才有 可是我們 現在是 一兩個小時就這樣 你會啦 對不對 好所以 看你的需求 這樣子 這樣各位會不會換材質了 好請說 兩個禮拜啊 你說做他們家的那個 對對對 喔 就是在這邊 來同學問到這個就說 我們現在是比較天馬行空 自己自己畫對不對 可是你可不可以有 我們講的平面設計圖 可以啊 可以啊 你看喔 如果 我用另外一段影片錄 好不好 來